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给小狗带的羊蝎子 哇,好香啊 小狗就喜欢啃骨头 这个骨头不是那种鸡骨头 这种骨头比较大 因为这个骨头比较硬 它要嚼的话 只能嚼出来那个沙骨 这都是沙骨 所以不会像鸡骨头那样这么尖锐 它重复着我熊龙的忍耐 今年的花又开 开了它也会白 我想好一个人活得精彩 有些人总会来 有些人在我心中在开怀 我拿了脚脚趴 你拿了手套开 那是曲中我慢慢的变态 是不同的未来 是把书包中的日记更改 把虚伪的尘埃 也全部都掩盖 把每次心痛都当成破盖 把心满满的失败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我来试试它不不不死啊 我给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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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不疼 从不疼 只要一起被动 幻想中和的梦 轮回过反抗的优秀 回过去每个世界 我都会想像头念头 对方你就算我是你的小小狗 颜色会被打破 一秒钟像不同 这种是被一幅跑过 在去年少年等你 说了一个小小要求 哎呦 当时我心也再不会有 还有什么悲哀 只不水中的冷不太精彩 下去了又回来 二人却已不在 而沉浮着我羞容的忍耐 我拿了红尾花 你套了就逃开 在失去中我慢慢的变态 时不通过你的未来 却把数八重的路线更改 把虚伪的伤害也全部都掩开 中午给他们的骨头啊 现在我干活准备下楼了 去送货 现在都下午下午了 他们两个还在这啃呢 这一点骨头啊 能打发他们一下午的时间啊 还真是不错 因为他们啃不动嘛 要啃好长的时间 但是呢 他们又舍不得扔掉 所以啊 一直的啃 一直的啃 有好多小伙伴们说我不能给小狗吃骨头 其实呢可以给小狗吃骨头 主要是看他吃什么骨头了 像鸡骨头鸭骨头是不能吃的 因为他那个骨头很脆 一碎掉的话就比较利 它像我这个羊骨头牛骨头呢 是没事的 因为它都是大骨头 你咬开了 它都是砂骨 都是砂子砂子状的颗粒 所以呢 不会拿这个小狗的肠子 所以呢 我呢放心给他们吃 第一个呢 是给他们磨磨牙 第二个呢 就让他们补点钙 吃骨头可以给小狗补钙的 我这个骨头基本上就给他们吃着玩 这个狗粮我已经喂过了 但他们呢 没事还想吃点零食 啃啃骨头 你看他俩吃饱了 现在他俩胆子是非常的大 你看都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喜欢在高的地方玩 你看看到我到了就跑下来了 还是比较粘人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不想要一个人活得精彩 有些人